广东对坏消息 报赵瑞已经离开 加入虽然团队 朱芳宇要的出手了 有媒体在某站爆料 赵瑞已经决定加入虽然经纪公司 聘请虽然为自己的经纪人 这对于广东宏远俱乐部来说 可不是一个好消息 朱芳宇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目前 CBA联赛第三阶段的比赛 如火如荼的进行中 本赛季的比赛真的不一般 土豪球队新疆南篮退出联赛 中国南篮一哥周旗 无球可打之前 渴望签约周旗的 辽宁南篮上海南篮 也不敢签约周旗 目前浙江南篮 辽宁南篮广东南篮 排在积分榜前三的位置 实力差距比较近 都有机会获得本赛季的总冠军 对于广东南篮来说 最近坏消息不断传来 首先媒体报赵瑞离开球队 上一场比赛 赵瑞在赛场上发脾气 其实赵瑞赛场上发脾气 就是赵瑞的一个常态 可以说赵瑞像定时炸弹一样 偶尔会赛场上发脾气 这次媒体报道赵瑞已经离开球队 而且聘请虽然为自己的经纪人 对于这个问题 我个人觉得赵瑞就是 广东南篮的定时炸弹 赵瑞这样发脾气不是一次两次 个人觉得赵瑞离开广东南篮 没什么大不了的 只要阿联的精神在球队 一直是总冠军热门 对于赵瑞来说 如果觉得广东队亏待了他 那就广东南篮 可以跟他和平分手就算了 广东南篮是有情有义的球队 不是无情无义 如果球员不懂得感恩 强制留着他不让走 也没有什么好下场